雪上加霜那是大难临头各自飞 老金的媳妇也跑了 那是不是我媳妇 就是别人吧 就是谁要是穿那外衣坐我床 我就感觉他鼓个搁的 那我的心里就赶紧不准说 赶紧安排见面吧 靳大哥看着张大姐是挺满意的 但就是一声不吭 全是他妹妹在说 我发现跟我哥不知道哪会有点像呢 说你俩有点脸像 那倒是一笑呀 大哥大爷坐着来再酬业 再确认一下看脸不脸像 是啊我脸也是瘦 下一个一块你可能对大爷印象很好觉得吧 就挺希望这段音乐能成的 真的 张大姐忍不住对老金提出问题 在哪上班 在红乎广告公司 原先有单位吗 有啊 这里公司 退休得多少钱呢 工资 咱的钱要开 就是说咱以后说的 就你挣这工资 以后就开销啥的 都给你 都给你 你给我不管 都给我给你 大姐是这样 她吧 退休两年吧 差不多吧 两年左右就退了 退了以后呢 大概也就可能是开三四天左右 然后呢 就是她现在在上班 不是咱姐家自己的吗 你去不去都咱自己退了算 对以后也能上班 对 退休以后工资吧 你俩这等于干咱 对 在这方面可以 对 那挺好 咱俩要在一起 就得当机结婚 这种想法 对 是 就是能 就是想过到老 到三 对 对 有张子 对 对 对 大姐要登地 你能不能同意 能保证吗 张大姐该问的的不该问的都问完了 可一直都是妹妹在说 看老金不嫌不淡的态度 张大姐可坐不住 我这受不了 就是她这一举一动 就表现的实在是让我太不可行 将来以后有个大事小事上的 多少家庭都对待小事吧 就是拿不起来的那种 因为我总感觉好像我俩的性格总像是 有点差就是 就总感觉是以后 在办事上方面上 对呀 我怕就是因为啥呢 我家海淘爸爸就是嘛 也跟你性格真差不多 在外边你办事能力你可差的了 费劲呢 就跟这种人过 那是我是知道了 过得太累了 老金这边也表示拉倒就拉倒吧 那你为啥不是人吗 这个是原来被说平的 现在被说他周围的 咱们要来坐这儿了 懂不懂 你说一般人谁能这样 那正常来的 懂不懂 你经理发现看着 对 你那妹不尊重我们 原来老金觉得自己不受尊重 才态度冷淡淡 既然如此话不多说 有请下一位 老年相亲多之间 相亲遇见谬思女神 破产老哥狂牵殷勤 吃东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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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赶紧吃 不是 今天还行 吃糖 那有糖 我有 我包里有 包里有我都吃 对 他跟你长得有点太近了 不玩了 吃吧 我吃这个 周凤香周大姐54岁离异 每月三千大洋 看咱大姐狂野的大波浪 原来大姐是托尼老师 自己还开了美发店 老金的承诺依图让大姐心里恶开了花 暖 有暖的感觉 不讨厌 她就认识了 比如说 你的女人 你讨厌她 去做些什么 就是你 她想干啥 她开心 想做啥 没有讨厌的 没有 只要是你没有讨厌的 对 老金这不是挺会聊天的吗 合着对上一位大妈 那是演戏呢 这下老伴不就成了吗 以上就是今天的相亲 家人们觉得两人般配吗 这太标准了 挑剔大姐相亲 见到一八五大哥完美的形象 她喇子都快要流出来了 瞬间俘获了芳心 大姐是心动动一时 你爱一世啊 整个相亲过程直呼大哥完美 奋力争取结局舒服了 大姐今年六十四岁 月收入六千四百元 名下有房 上次相亲就因为太挑剔了 也没成 头一阵千根刚来给你接头 上次音乐还没成 演员不行 大姐性格活泼开朗 爱说爱笑 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了 但大姐在家闲不住 现在还上班呢 大姐半年前上过咱们的节目 就因为南方长得太普通了 没瞧上 大姐说了 自己啥也不要 只要自己看着顺眼就行 因此红娘特意给大姐找到一位形象 和气质俱佳的好男人 这太高了 你多高啊 我一米八五 一米八五 大哥长得帅气精神 谁看了不动心 咋看都不像六十七岁的 年轻时和大学同学合伙 在长春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退休后 落叶归根回到农村 过上了田园生活 农村的空气好 生活得也很开心 可家里就缺少个美娇娘 不是大哥不行找 只是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大哥找老伴的条件也不简单 红娘很快安排了俩人见面 只是远远看了一眼 大姐笑得这嘴鸭子 快咧到耳根上了 对着大哥就是卡喊一顿花 这么年轻呀 年轻花 好像 我的小城鞋了 是 你可推您请 见面后大哥觉得 大姐人长得还行 就是个头有点矮 经过红娘的劝说 答应可以先了解了解 大姐早被大哥的形象 和气质给征服了 躲进了屋里泛起了花痴 这太标准了 我真的我跟你说 太标准了 就是非常符合你 哎呀嘛 个的形象哪方面 那这就简直就是完美 完美完美完美 完美完美 完美的我有点招架 好家伙 这不妥妥的颜值空吗 大姐是春心荡漾 自从见到大哥那一刻 大姐是梨花带雨 立马变得娇羞起来 太羞了 太羞了 大姐这害羞的样子 确实不同常人 这门牙咋还给卡的外边了 大姐知道大哥的想法后 表现起来也是非常主动 你坐着 我们俩来 那个距离太远 你我这里拿 你这不又不是 来 来 来坐着 来坐着 坐着 行行行 我给你安排 坐着 坐着 你进点是猫 真的 要不然 在那儿隔着一个桌子 我妈感觉都倒影了 不行 大姐是真相中大哥了 主动搬把椅子挨着大哥坐下 也不管红娘他们了 刚坐下就忍不住 开始给大哥灌迷魂汤 我第一句话 我就说你太完美了 就挑不出毛病了 就是谁看你都能相走 大姐性格直爽 也不藏着 咽着是有啥说啥 直接就和大哥喜欢啥样的 就是你对我 反是啥看法 啥要求 但大哥还是有些固热 对大姐的身高 却产生了质疑 我说这里得一米六以上 他说一米六三 或者一米六三 我没有那么高 我也觉得一米六 你有一米六吗 一米六 我好像是 好像你没有 我原先一米六 这小色好像紧紧掉 差不多 差不多 你站起来比你站起来 我就直升 这你那么高 谁都问你 一米八十多 看得出来 大哥对大姐身高 还是多少有点不满意 但大姐太痴情了 为了自己的幸福 是自信满满极力争取 现在也不为了下一代 也不为了颜值 主要就是把人吧 一个是心严好 人品好 你太完美了就是 我太完美了 对对 太完美了 我真不是夸 就背后你们都出 我跟那男孩 把这个大妹妹说这个话 也确实 一般那个女人 看着我 反正都能喜欢 都能相同 好家伙 咋还飘上了 咱就想问问大哥 到底喝了多少假酒啊 但凡有一粒花生米 都不至于醉成这样 要真那样的话 还能单身这么多年 要不是遇上大姐 这个傻白甜 不知道你还得单身 到啥时候 就挑不出毛病 哪都挑不出 我有点颜值空 我看你出来的大姐 谁不喜欢 好吧 看来大姐是身陷爱情的泥潭里 拔都拔不出来了 大哥瞅准机会 直接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经济问题 我的工资不太高 你呢 我给上一退休 我两千四 那讲完咱们的生活方式 怎么生活呢 那就过日子嘛 就心往一块地想 花呗 反正我这工资也拿出花 当我花呗 没啥买啥呗 大姐表示今后过日子 心往一块想 钱可以放在一起花 大哥听了十分满意 觉得大姐是真心过日子的人 对大姐产生了好感 接着就又问了 假如说咱俩处好了 能走在一起的 你还需要点什么呢 我啥会不行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啥想法呢 主要人好就行 人好 这就是财富 你知道 大姐这敞亮的回答 瞬间弥补了大哥 对身高上的遗憾 相比之下 哪有过日子来得更实在 大哥是笑在脸上 乐在心里 对大姐的好感度 是蹭蹭地往上涨 他这个说这个话 我感觉就这个人 不是那么紧紧一脚啊 徒小啊 或者想在男人身上 得到点什么呢 对 这些东西 所以说他这个人 真的 说话唠嗑还挺痛的 大哥也是明白人 咋能不知道人品比身高更重要 看来大哥最终还是败倒在石油群下 但不知道大姐愿不愿意跟他回农村 上哪都行 我无钱无钱 上哪都行 这楼是我名 我的房 你冬天咱们得上这 冬天农村条件不行 多冷啊 我给农村住过 夏天会冷 你说这个可以 路相随俗 我到哪都好 我到哪都能干 我还不会 这脚下 这埋着 我还不娇气 咱也从苦日子过到现在 这个经过咱都值得 所以到哪 完全都能适应 大姐是假期随期跟定你了 大哥说如果俩人能成 住哪都可以 大哥也想表示一下 要是冬天住大姐呢 她愿意承担取暖费 大姐一听是死活不同意 那也不用你 不用你 我们都哥哥都有 你说取暖费也不用大姐 不用不用 用他叫他一千多块钱 一年才那两个 一月才够一百块钱 咋也都舍出来了 本来大哥也想展现一下男人的魅力 没想到大姐还不给机会 大姐的善良大方 这下大哥彻底动心了 咱都不是谁拿都没事 我也不 我拿也可以 这个东西就是啥 就是说明这个人 能把这话收着 他心很 很 很唱 很唱呀 办事 缘分填注定 还经来了 挡都挡不住 既然不可阻挡 那就欣然接受 接着二人互留了联系方式 大姐这才恋恋恋不舍的宋大哥离开 送手 能不送吗 能不送他 送君千里 终有一别 注意安全慢开 看省得五天心 在大姐依依不舍的目送下 大哥开车才缓缓离开 走的一起是缘分 一起走了才是幸福 余生很贵 千万别浪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评论区探讨 喜欢的别忘了点个关注 要是这说有个伴儿了的话 那还需不需要 就是小宝宝的陪伴呢 需要啊 不能离开吗 一直得去养人家 坚决不能离开呀 我是不会抛弃他的 我一个不找伴儿 我也不能抛弃他 我一个不找伴儿 我也不能抛弃他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真不一般啊 宁可不找老伴 也要陪着自己的狗 大妈 你这是来相亲的吗 还要相什么心啊 有条狗陪着就可以了 还要找什么老伴啊 老伴还不如一条狗 真是让人无语啊 老年相亲就这么奇葩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 叫江大爷 65岁 丧好 退休金3350元 有住房 红娘来到大爷家 因为大爷是真心实意 找老伴 所有就先把自己的情况说清楚 我那说点上 脚 脚给砸 脚啊 哪个脚啊 这个左脚 左脚 左脚 怀骨不折 肯一根鬼 怀骨不折 自己的脚瘦过伤 但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 大爷前年还在上班开钩季 从去年开始才休息的 大爷一直开钩季 开了15年 因为开钩季 比开一般的车难度大 所以大爷的工资 也一直比一般人挣得多 自己在外辛苦赚钱 本来也无可厚费 但在家的老伴 不喜欢穿 也不讲究吃 就喜欢打麻将 而且还变成了赌博性的 在麻将馆可以几天几夜不回家 这是好玩 好玩 啥也不好 吃穿的 穿的你给他买他的穿上 就是好玩 最好玩打麻将 他一玩就黑天白天 打到啥时候 他不带出 他不玩 你最长的有个打 你打多少 两天两宿 两天是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你怎么打 他跟麻将馆 可能人家给你架款 就想 就是你没钱 你可以给老板娘 对 可能借 赢给你拿钱 最后 我到年末回来 欠了人家一千八百块钱 人家上家来要的 我说完了 那你看他没有钱 他那时候就开五百块钱 我就给人家 把这个钱给人家 那你都给还债了 你也没生气 那开始咋不生气 因为我打麻将 天天干张 干张 干张也 也制止不了 还有孩子 你也不能理 虽然自己不满意 也经常有老伴干张 但老伴又改变不了 只能很无奈的接受 毕竟还有家 有孩子 但老伴也因为 长期的打麻将 生活不归日 所以身体也出了问题 就简查身体 发现血糖糕 糖尿病 他就是不住饮食 心这个问题 饶意啊 得了糖尿病 这可是富贵病啊 要好好养着 本来以为老伴的病 可以不打麻将好好治病 随时就像那种魔一样 每天还是不停地打麻将 后面就爆发糖尿病的并发症 变成了尿毒症 最后只能与世界说拜拜 这大爷的老伴真是被麻将害的 难道打麻将还能上瘾呢 身体不舒服也能大麻将啊 对于不喜欢打麻将的来说 可能真接受不了 老伴过失 大爷选择继续在外打工 可随着年龄的增大 也干不动了 一个人待在家里 又太孤独 所以还是要找一个伴 他的相亲要求是 没有不良事好 我这个给我 这个她的 我前妻这个 这个 这个补格的事 给我 深受其害 这肯定是不能 不能渡 有那个松宝 就是老宝 老宝一宝 大哥现在就是 有没有退休金啊 有 有这个一件 大概多少钱 三千三百五 三千三百五 打麻将的肯定是 不能再找了 不知今天来 相亲的大妈 是否合适她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叫金大妈 62岁 丧好 退休金两千五百元 有住房 眼前 这位就是 今天来相亲的主角 大妈一看 就是一个精明能干之人 大妈的房子 都是自己设计装修的 大姐这个装修风格 还挺那啥的 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自己设计的 姑娘 都不让她们算钱 都大姐自己 不让她们残悟 为啥啊 我自己想 咋设计咋设计 这屋是 欧式的 那北边屋是韩式的 这个大厅是中式的 欧式风格 韩式风格 中式风格 被大妈分布 在不同的区域 你不说 也还蛮合适的 大妈除了 导吃自己的房子 还喜欢导吃自己 爱导吃 爱导吃 导吃才年轻的 导吃心情好 心情好就年轻 导吃导吃出门 还尊敬别人 还尊重自己 把自己打扮的 也挺精神的 还喜欢穿旗袍呢 原来大妈 还是个文艺爱好者 参加老年艺术团 老年艺术团 我们那里头 我们就是这里头 有旗袍秀 跳舞 唱歌 什么节目 什么节目都有 你上了好几个地方演出 唱歌 跳舞 走秀 大妈可是样样都行啊 也难怪 大妈身材这么好 确实是穿旗袍的料 大妈退休后 这老年生活 也真是丰富多彩的 现在这样好的日子 其实也是年轻时候 受过苦症来的 单位改制 下岗后 自己就摆地摊 做服装生意 那时也是搬着大包小包 到处抢占地方 当探位 成管的就是 周六周日 休息啥的了 我们就连 我就连周转 周六周日连周转 早是 直接就上大道边 跟大道边 直接是上夜市 就连周转 在那时 干了十五六年 为了家 为了孩子 生活也不容易 本来经过辛苦的奋斗 儿女们也长大成家了 可以想想轻浮了 谁知老伴又得病走了 剩下大妈一个人 平时虽然有小狗陪伴自己 但还是很孤单寂寞 就想找个老伴 她的相亲要求是 我先找一个 就是 长相丑子 必须得丑子 是一年点 干净利数那种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 大爷是否合适他 红娘带着大爷来到大妈家 两人刚见面 因为大妈抱着 陪伴自己的小狗 大爷见着小狗就不喜欢 红娘看到大爷不喜欢养小狗 就问大妈如果找到了老伴 能否不再养小狗 谁知大妈是要小狗不要老伴啊 要是真说有了伴了的话 那还需不需要 就是小宝宝的陪伴呢 需要啊 不能离开吗 一直得养着 坚决不能离开呀 我是不会抛弃他的 我一个不找伴 我也不能抛弃他 我一个不找伴 我也不能抛弃他 大爷听到大妈这样说 很无语啊 相亲现场立刻就有点尴尬 可这小狗突然就对大爷很亲近 这是在向大爷示好吗 这小狗真还没有灵性呢 狗的这个举动 也让大爷松懈了自己的看法 这大爷确实也是个随和的人 后面聊到两人的基本情况 都是单位解体后下岗 现在也都有退休工资 都还是比较满意的 后面大爷问到自己最在意的问题 问大妈打不打麻将 不打麻将也不玩啊 我不喜欢打麻将 打麻将的人我都看不好 他哥就也不喜欢打麻将 不喜欢 大妈不爱这个 大爷也不喜欢打麻将 也不喜欢对方打麻将的 所以这点大爷很满意 接下来大妈问到大爷孩子的问题 大爷的儿子还没结婚 大妈还是有点想法 毕竟那也是负担啊 大爷问到大妈抽烟问题 你又不抽烟 抽几根烟 四根烟 你大叔借了大 我也抽了也不懂 大爷介意大妈抽烟 而大妈也不愿意戒烟 而大妈也觉得 大俩儿子没结婚是负担 这样双方都有不满意 所以相信只能以失败告终 你们怎么看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咋的 现在的老年相亲都这么直接了吗 就在相亲现场 大叔直接提出要求 让阿姨必须得伺候他 那阿姨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来来 我的钱吧 刚刚见面 大叔对阿姨还是很热情的 但阿姨一软身 大叔竟直接做出这样的动作 给强弹舞绕一圈去 大姐看看你的书 大姐个狗 有点稍微驼背是不是 对于本来就相中自己并从大老远来的阿姨 大叔还是抱着非常大的希望 一见面 便从头到脚把阿姨非常仔细的看了一遍 可看到阿姨驼背的背影时 大叔禁不住的伸手去试探一下 确认阿姨确实驼背时 明显能感觉到大叔是非常失望的 对于自己驼背的事 阿姨也没做过多的解释 接下来大叔开始介绍自己 听完大叔的一番介绍之后 阿姨也主动的介绍自己 阿姨的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大叔却开始焦虑起来 几次半吞半吐 最后竟直接把阿姨的话打断了 对于大叔的发问 让阿姨觉得很不爽 接着他直接的大叔 一句能不能伺候我 把周阿姨气得够呛 而大叔也说出了自己 刚才为啥说那句话 就他这个 把他讲他这个履历 就不是伺候人的那个底子 对于大叔的表现 阿姨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他想要长的老性 他要长的小闺女 他要找年轻的 接下来 大叔的一句话 直接验证了阿姨的解读 刚刚见面几分钟 大叔的一句话 就直接把相亲给打断了 本来就已经让阿姨感到非常不满了 而接下来 大叔再次提出谁伺候谁的问题 更是挑战了阿姨的极限 就这个问题 阿姨要跟大叔好好理论一下 都是老伴 这个伴好好理解 不是说是找奴隶 也不是说你必须伺候我 我必须伺候你 没有这个概念 是不是 我找老伴 啥意思 就是伺候你 就不能做范围 那你就那么多钱 你再过去蹭 那不也行 不说了 现在我跟你俩吧 就算告别 就现在你这个态度和举止 已经不是我的要求的标准 没想到大叔还是毫不让步 而且他的火气更大了 他不听红娘劝导 大叔对阿姨说 他只想找个不要勤的老伴 而且这个老伴必须得能够伺候他 如果伺候不了他 那他宁愿花钱找个人来伺候他 不要钱就不伺候我 要钱伺候我 我宁可给钱 花钱我就找个人伺候我 那不要钱又不伺候我 跟那个内找一样不是吗 阿姨不再关心大叔的这些无理要求 因为当大叔说伺候这两个字时 阿姨就已经知道 眼前的这个老头 并不是他想要找的那个人 大叔依然不断地继续输出 阿姨我说你来找老伴的 确定不是来找免费保姆的吗 真是小刀喇屁股开眼了啊 究竟是谁给你这么大的勇气 接下来大叔的这番话给出了答案 我上中介花两千找一个老伴 这就存 两千 就得了 你去中介花两千找的 那不是老伴 那是保姆 但是他本人承认 那都承认 就是老伴 他不管承不承认 但是从那个意义上 你既然去中介花钱 你知不记得之前你跟我说过 你说了对不对 你说的老伴之间是不需要给钱的 但凡只要拿钱给的 那这不叫你老的是保姆 那不叫 原来是中介那两千块钱给了他勇气 把阿姨和红娘都整不位了 最后阿姨只能送给大叔这样的话 你愿意上哪找上哪找上中介 你我们这个单位 我穿这边我送你 见面就是缘分 行 哎呀 你这个机会要珍惜 好 大哥很珍惜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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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 而阿姨的脸去始终扭向车里 不愿意再看他一眼 对于大叔想要找个能伺候他的老伴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就在相亲现场 大妈如此坚决的态度 她坚决不拿出自己的工资 对大妈的强硬表态 咱大叔会如何应对呢 杨大爷今年72岁 离夜 养老金每月3300元 无妨 原来我的单位 我的部队 我的学校都是篮球队 大爷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个篮球爱好者 这些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球场 咱大爷还有许多好习惯 我现在对于健康还注重一些 就是达到我运动 这个减轻这个身体 这个状态 就是说 要这身体不发泡 它就没有三高 现在我吃饭 基本都在七分饱 再好的每餐都不超过八分饱 一个是你保持你的体型 再是保持你的健康 再说我呢 还不需要不喝酒 我是地球不沾 就是能吃水果 多吃水果 多吃新蔬菜 如此优秀的大连 生活上却过得不如意 如今还在外面租房住 租这个是车库 车库改的 车库还是你租的呀 对啊 那你这个房租一个月多少钱呢 一年五千块 大爷现在租住在一个小车库里 面积不到二十平 一把年纪了 为啥养大爷还在租房住呢 做满满都做赔了呗 一个是我整车 一个是整煤 都是整赔了 原来这么多年来 咱大爷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办法赚钱 但很遗憾 没有一次生意做的成功 不仅没赚到钱 反倒还赔了不少 到2018年 大爷才把所有的外债还清 拼搏了大半生的他 如今想找一个怎样的老伴呢 身体得健康 再一个你得善解人意 再另一个就是得有眼缘 想寻求一个 我看那有的女士有住房 能接纳我的 老姐大爷的择偶标准后 红娘想起了家住长春市的王淑霞 王大妈今年65岁 离 养老金每月1500元 有房 王大妈在长春有一个35平米的插间房 王大妈的老家在吉林农安 20岁的时候就找了婆家 出嫁之后就没过上一天的好日子 那吃饭的话 说实在的 那大饼都吃不上溜 那那那抗席都买不起 就那样事 那席子都坏个大货牙 都没钱买 没钱没钱买 那样事可老困的了 那这要说困难吧 都困难 但是好像我家就困难 就用它了 假如说是 就是一天的活 他能干三天 干两天 我就那样也 想干点啥呀 想出点力 想咋力 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就对付油往包面粥喝 有个小马家住就知足了 就是没有 一点干劲都没有 前夫好时懒做 所以当时家里是 父亲出了名的穷 大妈在40岁时 再也无法忍受丈夫的懒惰 所以王大妈断然的选择了离婚 想起我跟那个过那过 那个苦日子 生那个气 打那个仗 也没过好 到会儿要奔手 离婚后 他带着儿子来到长春打工 我这个房子是我自己买的 这是茶间 买的是三万 装潢 一共是十七八万 我办的医保 办的劳保 都是打工挣钱 我试医保 办试医保 花了两万七 办养老保险 花了几十八万 开工资 开得少点 一千五 但是我自己 我挺知足的 今年来 他平静一双 能干的双手 不仅自己买了社保 还买了房 如今儿子已经成家立业 自己有养老金 也有独立住房 那现在大妈 想找一个怎样的老伴呢 欧阳觉得他和杨大爷很适合 于是立即安排两人见面 因为房子面积太小了 他把见面的地点约在了附近的公园里 刚刚见面 大爷就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大没有出身 我再不必到地方 就是在司机这项工作 就在开车 我转业转业到黑龙江深圳建制兵团 其实我辉煌的时候 就是全意全意为人民的服务 为祖国站岗放哨 我感到很光荣 所以说我就到那去了 我一干在那干了三十多年 后来下岗的时候 就做满了自赔了 现在呢 就是说 我为祖国奉献力量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就是全心全意地找老伴 为啥说全心全意地找老伴 这是我的愉悦要发挥出来 一番自我介绍后 大妈对他的好感度 瞬间增加了不少 紧接着大爷又介绍自己的另一个爱好 我心中爱好就是 跳舞吗 跳舞我不会 我不会跳舞 这唯一常到我就唱歌爱行 别的也不行 我爱听歌 我就是第一 别爱听歌 听大妈爱听歌 杨大爷就现场展示展示 一首无苏理传歌瞬间打开了王大妈的心扉 平时爱跳的王大妈 现在也来了兴致 要和大爷现场跳一下 平晚被大爷踩了两脚 但一番配合之后 让二人对彼此的好感度又增加了 接下来两人便坐下聊聊 咱大爷首先说起了自己的缺点 但是我没有固定住所 我工资也不算高 对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大爷 大妈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 你要是各方面都优秀的话 住房子 没有房子也行 但是我那房子特别小 我得告诉你 是三家一个门 厨房 厕所 跟那个洗澡间都是公用的 房子总面积35平 那个心宽不怕房屋窄 就看两个人的相处如何 是啊 咱们处的好 哪怕住帐篷 我都认可 面对无住房的大爷 王大妈还表示可以去他的家里住 虽然王大妈家的房子很小 但大爷却表示很满意 接下来 王大妈也说出了自己的缺点 我脾气吧 我有点急 我有点直 直爽 有啥说啥 说完就拉倒了 听到大妈的这个缺点后 接下来大爷的一番话 浸显了一个男人的风度 有彼此之间 应该照顾照顾对方的感受 我是这样 来情绪了 控制不住了 你咋办呢 那咱俩如果聚合在一起 你发 就是你不打我 就是你不打我 都可以接受 听了大爷这番暖心的表达 彻底融化了大妈的心 当大家都觉得两人的好事将近时 这份和谐却被王大妈 提下的一个问题彻底打破了 以后假如说是 我要有个病了 有个病在这里住院了 这咋办 对于大妈的这个担心 咱大爷做出这样的解释 大爷说他每个月的工资除去生活开销之外 都可以交给大妈来支配 俩人剩下的钱都攒起来留以后 看病需要 而王大妈却有不同的想法 听了王大妈的话后 杨大爷直接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那点钱攒着 哪怕就把我这钱攒着 都他拿着 等着有病的用 我都没意见 但是你不能说 我就把我这个攒着 花你的 那剩下攒 不剩下 将来你有病了 找点女性 那我何许呢 对不对 我这三千块钱 三千三百块钱 我自己花 我自己攒着 还不行 我不找老伴还不行 在大爷表示 二人既然已经走到一起 就应该不分你我 王大妈的做法 让他觉得不妥了 对此王大妈又说出自己的观点 我的钱我不能花 为啥呢大家 家行家穿越吃饭 这种理念我不介绍 他在一起 他非得要 另出心裁 我跟你说 这不是我言过其实 就貂蝉来了 他说家一家 穿越吃饭 我们都免他 再一次遭到杨大爷的当场拒绝 听到杨大爷这样说 大妈就更加不满意了 他非常自私 直直直到 不给人家考虑考虑 没房子我就接受你 那上我那住去 你说你还盘我点工资 你租房子一月还得多少钱呢 你给德惠租房 你给市里租房多少钱呢 完了我的工资 拿出来跟你俩同样花 那我能干吗 我得留点干啥呀 你工资低吧 我也得相互顶 你就把这钱 你就拿出来 拿出来咱们就生活 你害怕还值得我钱呢 就是家汉家汉 全于吃饭这个理念 我接受不了 就是我这个不合适 你再选 俩人的相亲宣告失败 对于王大妈的公子 坚决不往出拿 大餐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这个是外向人 外向好 我就喜欢外向人 就让他外边演出 排练呢 接触女性比较多 好 所以说这容易吃醋啊 排个戏 排个那情节剧的 都不想亲嘴的 不想搂抱 亲也行 哎妈 我说大妈呀 您是下想起把妻子吃了吗 咋还一脑袋泡 找个老头 可以在外边随便搂 随便携 您还能好吃好喝 热情招待 这个世界也太疯狂了吧 这老头到底是哪儿的魅力 能把咱给迷成这样啊 白大爷 今年63岁 年肉八万元 两套住房 爱个世纪的演出 最近要演出什么节目呢 准备演出 弹曲送 大型的 这个时候我们到这排练呢 我们的老年生活 是比较有清美这样的 男男女女在一起啊 互相交流 与这动物 我的动物 互相的去帮助 那个我们的舞蹈队长啊 团长 也耐心教我们 所以我们这些老年人都挺爱学的 挺爱玩的 要说白 大爷的小日子 过得呢 真是相当滋润 适合不愁的他 平时没事就喜欢男女搭配唱唱歌 跳跳舞 高兴了还要拍个小电影 除此之外 出门旅游 也更是必不可少 我平时我旅游 还好旅游 冬天的就是说 吸引温泉 也跟他互相拍个电影了 或者说 拍个节目演出 现在大爷每天的生活丰富多彩 有滋有味 唯一的遗憾就是 案板上的赶面杖 光棍一条 回到家 依然是冷床冷屋 一人睡 一直没有暖和背 于是呢 为了让余生不留遗憾 大爷决定找个老伴 共度余生 希望老伴也像我这样 有说有笑 有唱有跳 跟大家 不管什么场合 都融下在一起 俗话说圈子不同 不要硬容 吹是原行军 红娘这次要背黑锅 了解完大爷的择偶标准后 红娘找来了今年61岁 没房 没老宝 没存款 目前靠打工为生的王大妈 姓白 还有 今年63岁 57年生 是第一的 退休了 在 急气退休 年月工资啊 月工资是六千多块钱 一听退休金 大妈瞬间两眼放慌 还没了两句 上来就对大爷展开了疯狂是爱 吓得大爷都快成比萨携塔了 挺喜欢外向的人 开朗的人 爱干净 生活上我比较爱干净 我在家里头没有负担 我也就是一个人 面对大妈的主动示好 大爷表现得不冷不淡 看着大妈如此迷恋自己 大爷彻底放飞自我 于是立马渣男附体 开启了今天的表演 你看我的表情怎么样 你在这世上那些的表情挺好的 外观怎么样 外观上丑子满意的 蟹眼好不好吃 我这也是吧 外向人 外向好 我就喜欢外向的 就像在外边演出 排练的 接触女性比较多 好 所以说这容易吃醋啊 我们拍个戏的 拍个情节剧的都不要亲嘴的 不要搂光 亲也行 方才我说得家去饭 我都找办 我都找办 我喜欢 比辩不了 比辩不了 朋友吗 外边不交朋友呢 朋友多 道路多走得好 我也喜欢 喜欢你这些 这些事情 我弟个苍天啊 这是什么操作 虽说钱是治疗情绪的最佳良药 简单粗暴又好用 可大妈啊 大爷条件在好 咱也不能丢了尊严啊 真把自己当成菜摊上的黄菜叶 那就不值钱了啊 看着大妈没有放弃的意思 大爷只能继续自黑 我不仅喜欢在外沾花惹草 花钱也是大手大脚 相当费钱 一吃饭三多五百 七八百千八百都花 因为我愿意就是 就是说花钱啊 叫大家高兴 对 我们团体都知道我 那好 演出完了排完戏 演结果好 排完戏好 你照着一帮 我就行动吃饭 花的钱就很舒服的 对 但是不是医院天天有的 因为有个十日八 或三回五回的那样 那都可以 那都可以 社会上哪有不接触人的 对啊 所以 开心啊 只要过开心 这就好 身体好 就是因为开心 就是挺吃饭的一个 这个 就说得四千多万 大爷的意思很明确 我花钱向来大手大脚 实在不是一个踏实 过热色的老头 可大妈却不这么想 你那房不叫房 是我梦中的快乐小天堂 你那家不叫家 是我期盼的寂寞王 大爷怎么也没想到 一波操作下来 大妈更加迷恋自己 但是如果再自黑下去 怕是以后真找不着老伴了 于是又开始 烙起了自己的优点 这个包饺子 擀面条 烙饼 这个麻子花饺子都贵 哎呀 那好了 这都贵 生活上 这个炒菜都行 也好了 因为自己毕竟过这么多年 都练出来 嗯 好 我比较有讲究吃 生活上吗 因为接触我都知道 我家每天都 早上是晚 必须试试菜 好 就咋的 土豆丝也好 这个花饺子也好 咸的我得比整四个菜 红娘一听 表示一个人一天 三顿饭都整四个菜 吃不完那不浪费了吗 所以说比较浪费 浪费不怕的 那你挣钱不就花的吗 是啊 挣钱不就花的吗 大妈的宽容大度 让大爷实在有些 摸不着头脑 可要是再扯下去 怕是今天大妈 就来家里不走了 只能开门见山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嗯 先找岁数小一点 五十多岁了 嗯 年轻点 是不是 毕竟到岁数了 老一点 就到年轻的 不想到就是照顾照顾 此话一出 直接一喷冷水 浇在了大妈 狂热的小心脏 本以为两人的相亲 就此结束 没成想 大妈越挫越勇 再接再厉 你要去 我照顾 我啥一定没有 我也能照顾你 你要是有眼神的话 照顾是没问题 你是洗呀 你是有病厂房上 我能把饭给你端上去 我能做到这一边 哎 哎 得过百年吧 女人都是 哎 同甘苦 家务 家务 我都能拿得起来 哎 你是洗算啊 擦呀 家里头这些的家务 我都 都拿手 不再说的 说你不在家呀 这些家里头照的 难过太阳 冷的 不在地 得达到你心满意 我说大妈啊 你是来找老伴的 还是来应聘贴身保姆的 咱穷可以 但是得有骨气啊 看到大妈如此执着 大来把话说明 我找的是让我看着赏心悦目 一起出门享受生活的老伴 而不是那来顺受的保姆 而且除了年龄 没有劳保也是个问题 假如说走到一起 小便你给看看 大便 不用你做大便 这个我给你 既然走在一起 就没有说大便有病 就是吃无杂粮 也不知道说谁感冒不感冒 也得吃点小药 也清楚一点 所以说现在吧 我的主导师家就是 女生当中 必须要有任何负担了 我找对象也好 找媳妇 就说我也不需要有负担 好 余生很短 时间宝贵 大爷就想找个 年轻无负担的 另一半快乐享受每一天 显然大妈没有一点符合 最终两人的相亲 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 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小美说之前希望 男朋友每个月 要给自己多少零花钱 一万 那我能问一句为什么呢 凭什么 爱心和幸福定义 在吃喝玩的 对吧 说明一下 27岁姑娘相亲 每月要一万的零花钱 车房彩礼那就更不用说了 上期小伙 颜值和经济都不达标 没得相亲成功 这次红娘又给介绍了28岁的小伙 收入不固定 小伙以前做过零点乐队的经纪人 接触的明星比较多 对于姑娘正在学微整形挺看好 因为我记住的明星比较多嘛 他们总去做微整 让我有个想法 就是我也可能会去学微整 看到小伙对自己行业挺认可 姑娘直接话锋一转 开始试探小伙 你会给女朋友零花钱吗 应该会 但是我感觉 一个女孩应该去自立 对吧 是 我挺自立的 但是 那你就会应该说 什么礼物不礼物 什么花生品 因为你是自立的人 没想到直接被扼杀 不得不承认 小伙脑瓜的灵光 姑娘倒嘴的话还没说 就躲了回去 很不甘心 直接挥击 我自立是我自己挣来的 但是你给我的 那是你的心 你对我的心一样 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就是说你如果 如果咱俩在一起的情况下 你会给我在里面 会啊 那你会 我也会 看见没 这小伙可不是上期的小伙 好说话顺着你 人家有自己的主见 而且是建立在 双方平等的基础上 不会轻易接受你的想法 在得知姑娘 每个月要一万的零花钱 小伙会有啥反应 小美说之前希望 男朋友 每个月要给自己 多少零花钱 一万 那我能问一句 为什么吗 凭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可能 我感觉你现在这个心里 就有一种说 像不劳而获的感觉 对吧 就是想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去走一个很近的一个旅程 或者说这种 这种道路呢 我感觉你这种想法是不应该的 对吧 那我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就是说 两个人投缘了 或者你有 爱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喜欢 对吧 就是投缘了 给我钱我才会要我 如果别人给我我还不要我 我每个月给你一万块钱的 难道你是挣着一万块钱的工资吗 不是 那我现在理解的状态就是这个你要一万块钱工资 那没有 只要是现在我自己挣的可能不够花吧 自己挣的不够花 就可以向别人要钱 照你这么说 那对方要是不够花你给吗 把自己的不劳我说的这么清新脱俗 再小伙的叫一下 窝尿气势上已经有些弱了 但还要为自己再辩解辩解 感觉就是一个人的能量和一个人的圈子 是自己应该适应 不是说我想去要一台什么车 或者一个很好的奢侈品 但是我自己又没有这个能力 把你飞行一下去找一种途径 我感觉真的不是很 就现在好多女孩都是这样 也不是 可能就是之前住的男朋友习惯了 你之前男朋友就是总跟你买东西 还约约给你花钱 给你钱 是吗 对 那为啥分手的那种小明 对啊 没错 以前的男朋友每月给你一问 这么好的是咋为啥分手了呢 背对的没话说 说明以前根本就没人给你钱 来相亲就是想找人给他钱的 姑娘不认为自己是个物质的人 反而是小伙你自己能力不够 刚才说你是一个物质的女孩 你认同这个 不认同 我感觉应该是他自己能力不不够吧 我就说他现在没有 嗯 没有工作呢 我说的这些要求 感觉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应该是挺平常的事呢 因为我以前接触的朋友啊 还有男朋友啊都是 家里都是做生意的 也没有在乎 这点钱 既然很平常的事 你自己咋没收入过万 姑娘 我只能说你来这相亲 是走错地方了 你应该去那些富豪精英会啥的 别说每月一万 每月十万都是可以的 不是我管理上的 这钱都是他主动给我的呀 所以说就习惯了 就是主动给你 肯定是你需要去做什么 你做得他开心了 他不去 我感觉生活的仪式吧 可能你是误解他这种思路 他不是每个月给你钱 他可能是爱你更多一点 不是我说的是 在有感情的基础 你感觉你这种状态会有感情吗 在你的经济基础去上 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可能是吗 没某个 但是我感觉你不会有爱情 你有的全是生活 物质 那也不一定 其实你应该把 你想要不要再说了 我感觉我们两个三观 不是很好 而是我看出来 真的三观不是很好 你应该去接触 另一个格局的东西 这个问题不用你来教育我 每个人的形象都是不一样的 不要用反你的思想 来到别人的身上 姑娘你有三观吗 估计你连三观是啥都不知道 小伙有的话 只是点到 都没往下细说 已经很给你留面子了 比如人家给你钱 是因为你做了让他开心的事 其他的小伙伴戏品 姑娘自知理亏 争论肯定占不了便宜 就转移话题聊起了兴趣 姑娘说喜欢玩麻将 说白了 有纤细的人去玩麻将 穷的人才去没踩票 对吧 就有一听麻将声 那挖得滚 那打麻将 女生打麻将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好像不管啥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在姑娘眼里都是正常 偶尔娱乐放松一下没关系 但在小伙的眼中 就是浪费时间 而姑娘对开心和幸福的定义 就是吃喝玩乐 开心和幸福定义在吃喝玩的 对吧 是那意思吗 对 姑娘刚回答完 可能觉得自己回答的不合适 不管心理怎么想 表面上还要装个有志青年 于是赶忙纠正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纠正还好 一纠正反倒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我感觉一下我的生活方式 不是吃饭玩乐 我的兴趣是赚钱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情况下 我感觉你上 就是咱俩上了鸟 咬着那些 就完全不在意 对吧 就是你完全你的思路 跟你自己心里边想的完全不同 对吧 你心里边想的是 我要找个有钱的对象 怎么能量 当然完了 你嘴上说的还是 我不现实怎么能量 其实一个就是 一定要实话实说 现实是我在我有能力的基础之上 所以才去要求别人 对 那你现在有这个资格吗 但是还没有 所以我没找对象 但是我会 跟什么人在一起 如果说有什么机会赚钱的话 我都会去感觉 但是我告诉你 机会是留个有准备的 不是打架 上一遍的 你的要求是建立在你的能力阵上 可你现在还是个整形学徒 没有能力啊 我就那么了 既然自己没资格 那你对别人要求是从哪里来的 满嘴谎话 跑火车 张嘴瞎扯 面对小伙的质疑和教育 姑娘不开心了 长这么大都没人敢这么说我 长这么大从来没有 除了老师都没有人敢说我 敢教育我 姑娘 小伙教育你就偷着乐吧 没人教育你 是会自然会教育你 第一 少看点毒鸡汤 不是什么公主 就别老是白日做梦 小伙有句话倒说得很对 机会是留会有准备的人 这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见 白了个白 未婚 一直未婚 嗯 哦 那挺好的你知道吗 那一直未婚那多好 就是说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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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 哎 干啥呢 我喂喂鸡 啊 喂喂鸡啊 喂鸡往回转啊 那居然都不走黑鸡了吗 啊 那黑鸡了 哎呀来先正式介绍一下的 来 啊 正式介绍一下的 这位是聂鼎才啊 聂大哥 然后孙慧边 啊 孙 我知道了 你小子我俩都姓孙 今天啊 今天多大前景啊 孙慧边孙大姐 不是多了 五十几年今天 就不要相关这些了 五十几 不是那你 我得快点姐 或者是叫啥 称呼一下了呗 不是咋能叫姐呢 人家你小 你今天多大算是 我今天五十八吗 你五十八 人家才五十二 我哪个人 哈哈哈哈 家是哪的 啊 梁元 东风的 东风 嗯 那你家多少地啊 一上多地 啊 那你是 那什么 离异的 还是说 未婚 一直未婚的 嗯 他挺好的 你知道吗 那一直未婚 那多好 就是说 那个 单身如意 那你现在 为什么想找个伴呢 人家就有个归宿吧 啊 对对对 不能总一人婚了 啊 你知道吗 这个条件特别好 那么没有 那什么子女 就是说 那么一直没结婚 他自己 对 那我近点 你呢 我害怕 真的 那我就近点吧 你真的 你要那么那个害怕 那我就远点 那你看我这个 像皮子 逗得 你有什么害怕 行 那我就近点 那我就近点 那就来 近点 近点 真的不同意 真的跟他俩 这么说吧 不适合我 你敢这么说 他不适合我 我也不适合他 咋差点呢 你觉得是人长相 还是咋的 人长相 那个住的地方 哪一方面 都不是这么说 我都不满意 我要找市里的 不找农村的 农村 我们说农村 有什么不好 但是我现在就不想 后半生 不想住这农村了 以前介绍 都市里 都不是普通身份 然后到后 我找个农村 这么说 也不能 按面子也不行 那你觉得 是面子 是给村里人的面子 看重要 还是说 咱们找一个 能跟他志腾之热 疼你的男的重要 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我不是光 为了面子 真的 我不想活在农村 我要找市里的 不找农村的 以前介绍 都市里的 我不是普通身份 小的后 我找个农村 这么说 也不能按面子 也不行 理解 是 理解 是 我不说了 选择 是个人的 那个 哪个权利 你知道别人 你就是说 哪个无权干涉 对 这是自由权 这个阿大要是有像啥 你就不像 完了我给你 你知道 矿里有点少 一个 我们介绍介绍 真事 我们这个阿大就是说 那我老宝啥的 60来说的 别人我不找的 那我上 我得啥的 那都很多很多 没有都开我了 60来说 我都不找 那我说到这里呢 我说到这里可以 是 那你就大胆说 我说咱们大伙给你 就是说 你能帮帮忙 这都是 那么人生的 这种的 但是你们都挂着呢 我都不找 我不喜欢这地 那个 那什么 我就那我问你 也是那多余的 那你怎么想 到咱们这个栏目来报名 心里怎么想的 就想要电视台报名 你和他心里怎么想的 想找个贵宿呗 尽量好的身份地找 怎么的 哎呀 我啥都不做呢 我吃不了 没事 没事 我给你拿个苹果吃吧 我不是 啊 不吃 我不用吃 那我不喝 啊 不喝 没事 没事 我不喝 在农村 那我来说 他的这种苦啊 已经吃了很多很多了 就想换个环境 那么换一种 就是那么活法 让我就是说 能接触到牺牲事物 重新的就是说 那么找回我自己 哎呀 我特别理解这样 就是说 都说 命运是 感尿症 事情能掌握 我想掌握一次 真的 掌握后半生 会是女人 第二次偷胎 前面生 活的农村 完全活的很土 我想改变一下后半生 想近视的生活 尽量找好的 尽量找的 尽量人吃的东西 吃饭是 吃的挺好的吃 吃的没有好的 差点饿了 这一次 不是我想找啥就找啥 什么事情不能随我所愿呢 感尿症好 没有谁都想去 回来的路上 红娘一直在回想 今天的整个相亲过程 就像聂大哥所说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 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是红娘觉得 有的时候 自己理想中的 其实未必 就一定是最好的 真正适合自己的 才应该是最好的 好了 感动的故事 就讲的这 老铁们 对于今天的相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店 给个关注 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